坐地铁 看到点个关注送蛋白粉的广告 刚扫完马 一个女的抽了我一耳光 问我为什么偷拍她 事后又把我的照片挂到网上 网友A 没有一个女孩子愿意拿自己的清白开玩笑 网友B 抛开事事不谈 这男的难道就一点错误没有 造谣女 她要是没有偷拍的话 为什么不为自己发生 我默默收集证据 把这些妖魔鬼怪一起告上了法庭 嗯 这怎么不算发生呢 今天练了一小时的胸 在健身房冲了个凉 背上我的铠甲勇士帝皇侠限量版小书包 高高兴兴地回寝室 坐在地铁上 我情不自禁地抚摸自己的凶大鸡 内应外软 结实饱满 彭于燕见了都得叫我一声大哥 一扭头 看到了一则推广海报 关注账号就送一罐蛋白粉 这好啊 刚好我的蛋白粉要吃完了 我拿出手机 刚扫完马 页面都还没跳转过去 眼前一黑 脸上挨了重重一下 下头难 谁让你偷拍我 我左右看了看 没有人 卧槽 大白天的被鬼打了 那个女鬼还在骂 死变态 敢拍不敢承认是吧 我低头一看 原来在下面 不是女鬼 是个小土豆 我都懵了 我什么时候拍你了 还不承认 小土豆一把薅住我的袖子 指着我的鼻子叫嚷道 你敢不敢把手机打开 让大家看看 车厢里的所有人都看着我们 我脾气也上来了 用我可以握推120斤的大手 拽下了他的胳膊 我为什么要给你看手机 不敢了 小土豆大步上前 看上去好像要往我腋下钻 死变态 平时没少偷拍别人吧 今天碰到我 算是你栽了 你就等着吃饶饭吧 他一边揪着我 一边扭头对人群说 谁帮我报个警 人群里马上有人响应 他得意洋洋的望着我 你猜你要背叛几年 猥琐难 他的手拧着我的衣服 把我59一件唇边重磅T恤都拧皱了 我说你撒开 他摇头晃脑的说 就不撒 然后我就掐住他的手腕 他痛得大叫 你松手 我也摇头晃脑 就不松 有几只围观的费洋洋 上来劝我 你一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女孩子 怎么好意思的 我说 什么女孩子 这是我的敌人 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 正闹腾着 警察到了 小土豆一获救 马上又给了我一巴掌 我怒气翻涌 都准备把他叠起来 当个千球扔了 警察制止了我们 怎么还动手呢 什么事 小土豆身高1米5 气焰1米8 指着我说 这个猥琐男偷拍我 警察看着我 眉毛紧皱 我说我没有 小土豆说 那你把手机打开 我笑 打开没问题 要是真没有 你打算怎么办 小土豆冷笑 不可能 你们这种下头男我见多了 一个两个跟没见过女人似的 我翻了个白眼 懒得跟着撕废话 直接把手机给了警察 警察翻了翻后 就把手机还给了我 对他摇了摇头 小土豆好像狂犬并发作 不可能 我亲眼看到的 扑过来抢我手机 翻我相册 最新的一张 是我拉屎时 对脸自拍 为了展现我刀锋般的骨骼线条 我还特意找了角度 当时想发朋友圈 又怕被人骂自恋 本以为这张照片 只能孤方自少 没想到现在有了用武之地 鸡汤成不起我 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倒数第二张是一碗牛肉面 加了五个卤蛋 第三张是我对着健身房的镜子 光着上半身 展示巧克力一般的腹肌 第四张是腿 第五张展背 不可能 小土豆捧着手机 喃喃自语 照片上 我厚大的背肌 像蝙蝠的翅膀一样大开 没什么不可能的 我拿回了手机 只要你高碳高蛋白 一周五练 作息规律 你也能有这么性感的背肌 你肯定是删了 对 你趁我不注意 删了 这里到处都是摄像头 你调监控一查 不就知道我删没删 警察工作效率起高 没过多久 就掉了监控 上面清清楚楚的显示 我两只手都在和小土豆做抗争 哪有机会删照片 可是小土豆还是不相信 你怎么可能没拍我 我说 你有什么好拍的 他冷冷一笑 这次算你狡猾 下次再偷拍 可就没这么好运气了 说着 他就要离开 我一闪身拦住他的去路 想走 你打我两巴掌的事情还没解决呢 你 你想怎么办 小土豆气势顿时弱了 怎么办 当然是打回来啊 我高举沙包一样大的拳头 在空中划了两下热身 奔勇的热血迫不及待地冲向我的二头肌 本就饱满的积风更加鼓起 就两下 很快就过去了 下辈子做个好人 我还没打 小土豆啊的一声 蹲在地上尖叫 警察拉住了我 你们看着私了吧 私了 那一巴掌一千 外加一个道歉 你他妈穷疯了 小土豆跳起来 差点撞到我膝盖 两千块钱 你金子做的 不给也行 瘦老子两全 小土豆下的豆容失色 躲到警察身后 连女孩子都打 你是不是男人 我油言不敬 那行 打完你 以后我上女厕所 警察夹在中间 叹了口气 这么多人看着呢 注意影响 我说 要不就走法律程序吧 我要告他诽谤加寻衅滋事 警察叔叔 麻烦把监控 给我一份当证据 警察点了点头 回头看着小土豆 他好像终于知道怕了 给钱就给钱 我家有的是钱 我说 好啊 三千 不是两千吗 你坐地起价 那是刚才的价 现在就三千 小土豆咬牙切齿 一副恨不得 把我生吞活泼的样子 我笑着看着他 弯起围肚四十二的手臂 展示肌肉 然后 叮咚 支付宝收款三千元 够了吧 臭乞丐 我摇了摇头 还有道歉 道什么歉 我都怀疑他是不是失忆了 你诽谤我 不道歉 你想得美 行 那就走司法程序 你 他瞪着我 我抱着胸 微笑着看着他 他一副看不惯我 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每个字都是从牙缝里寄出来的 对不起 什么 没听见 你别太过分 你刚才扫门不是大得很吗 就用那个分贝说话 对不起 行了吧 不够走心 你 对不起 我不该冤枉你偷拍 没有感情 要生情并茂 他一张脸已经是仗得通红 围观的人群发出一阵阵的哄响 警察也想笑 但他很有职业素养 忍住了 他深深就了一功 对不起 是我一时糊涂 冤枉你偷拍我了 请你原谅我 行了吧 我觉得差不多了 挥手放行 回学校的时候 找了一家超市买了几大袋零食 然后一脚踹开寝室大门 宝贝儿子们 看看你爹给你们带什么回来了 第二天 我就被网爆了 一觉睡醒 手机多了99家的好友申请 我还以为我被挂表白墙上了 心想歌的魅力果然和我饱满的凶大鸡一样 完全藏不住 然后点开第一个好友申请 我草泥马 开屏暴击 我愣了一下 通过好友申请 对方很快又是一顿国粹输出 死便太难 你怎么不去偷拍你妈呢 要点脸行不行 草泥马的 傻X 我说 你小子谁啊 消息发过去 已经变成了红色感叹号 他把我删了 接下来 每一个人都对我的直系亲属 进行了亲切友好的问候 在这短短的两个小时里 有28个人声称 是我失散多年的亲生父亲 57个人 说是我没有血缘关系的亲生母亲 正在发愣 是由小白拍了拍我的床位 你火了 什么火了 看微博 热搜第一 我下载 输入验证码 手抖输错验证码 重新输 绑定 关注一些并不想关注的博主 终于点进热搜榜 曝光二号线偷拍猥琐男 文案 今天我开开心心的穿上小裙子去拍照 没想到被这个猥琐男盯上了 一上来就盯着我看 然后趁我不注意 逃出手机偷拍 可能是手抖或者删除 事后并没有发现照片 但是我回家转念一想 难道我的权益没有被侵犯 我就不能违权了吗 暴公这个猥琐男 猥琐男出门必死 附带的视频一共20秒 掐头去尾 没因没果 只有一段我反拧小土豆的片段 除了我流畅的手臂线条 以及能和吴彦祖男分伯仲的颜值外 我认为 这条微博没一句话是真的 但评论区已经盖了十万层楼 热评第一 拒绝男性凝视 第二 支持博主维权 猥琐男必死 第三 希望这个男的今天就出车祸 微笑 JPG 最新 这不是我学长吗 吃饭用盆 印象深刻 我 手机嗡嗡狂想 班级群炸了 很多人拼命爱抖我 源头是一个在线编辑文档 关于偷拍男纪博达的信息收集 点开 姓名 纪博达 男 江大要学习大二学生 身高 174 民族 汉 家庭住址 出高中就读学校 身份证号 以及高中暗恋对象 都被抖出来了 小白说 卧槽 你不说你要80吗 果然 男生的关注点都在这里 我看着看着 这些文字在我眼里渐渐扭曲 变成一张张猙獰的面具 站在道德的高地 把我困在中间 对着我的每一段经历大肆批判 窗户传来巨响 玻璃纷纷碎裂 一个石头裹着纸条破窗而入 白色的布条上 是用红油漆写的八个血淋淋的大字 偷拍男纪博达去死 室友们都沉默下来 小白推开窗户 大喊 谁呀 敢不敢站出来 但没有人回应 过了一会儿 手机又响了 辅导员打来电话 我答 来行政楼一趟 有人找你 办公室中间坐着一个粉头白面的阿姨 旁边站着一男一女 男的扛摄像机 女的拿着话筒 我一进来 那个白面阿姨就蹭的弹起来了 迈着小端腿 气冲冲的堵在我面前 就你偷拍我女儿 果然是一家子 小土豆的妈妈是个别土豆 我说我没拍 别土豆根本不信我 对身后的记者招呼 曝光她 给我曝光她 一个话筒 近乎顺移到我面前 那个女记者问 请问你为什么要偷拍一个小女孩呢 你知不知道你这个行为 给她带来了多大的心理伤害 黑洞洞的镜头对着我 好像一头野兽张开的大口 我几乎怀疑他们听不懂中国话 一字一句的重申 我 没有 偷 拍 死鸭子嘴硬 别土豆说 你这种底层人我见多了 一看到美女就走不动道 满脑子龌龊想法 美女 我左右看了看 没找到呀 在哪 辅导员这时挡在了我身前 说 不方便拍摄 麻烦关了摄像机 别土豆冷笑 敢做不敢认 这就是贵校的学生 果然普本的声援素质 和我女儿保研的山大 就是不能比 辅导员也跟着笑 在事情没调查清楚之前 就下定论 保研山大的学生家长 素质也就那样吗 你 别土豆生气的样子 简直和她女儿一模一样 都像植物大战江市里 眼睛瞪老大的升起窝卦 我以为你是要了解情况 解除误会 早知道你是爱过家家的 我就不让你进来了 辅导员侧过身 几位 请回吧 别土豆抱着胸 上下扫了辅导员一眼 知不知道我们是什么家庭 一个小小的大学老师 一个底层出生的小畜生 我们你们能得益多久 要玩死你们 我有的是手段 别土豆走后 辅导员看着她矮胖的背影 拧开保温杯 喝了一口茶 润了润嗓子 很清脆地骂了一声 什么品种的傻狗 我说 老师 我没有偷拍 辅导员笑了 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相信你 咦 你这肌肉练得不错呀 我的手机一天到晚 想个不停 每一秒都有各种电话 打进来 不能接 一接就被骂个狗血喷头 土豆母女开了直播 抖音实时第一 他们对着镜头抹眼泪 哭得眼睛和鼻子通红 这个猥琐男 被我发现了还打我 家人们 谁懂啊 我一个女孩子 弱不禁风的 她也吓得了手 呜呜呜呜 谢谢宝宝送来的飞机 感谢感谢 笔心 简直和之前盛气凌人的模样 判若两人 观众沸腾 粉丝疯涨 无数人留言安慰 在她作品的评论区 前三条热门留言 已经有了60多万点赞 都是网友分享自己 遇到猥琐男的经历 第四个热门 是我的照片 被劈成了黑白遗照 我看得心头火起 太阳穴秃秃地跳 小白暗昧了我的手机 别看了 网上这些人跟没脑子似的 我们去吃饭吧 我根本没有胃口 但也确实没有别的事做 就跟她去了食堂 一踏入 几十道目光纷纷射过来 人群爆发汪汪的讨论声 猥琐男 就是他 下头 各种词汇 钻入我的耳朵里 小白一摔筷子 一点证据都没有 就在这里乱说 舌头不想要了 议论声果然小了下去 小白回头 余怒未消 别管他们 就是闲的 吃饭 我喊了一声 低头拨弄被炖的软烂的土豆 还是吃不下去 忽然 后背一热 一股液体从我背上流了下来 人群一阵哄笑 原来有人把番茄鸡蛋汤 盖在了我头上 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 那个人已经跑没影了 黏腻腻的番茄汤 顺着我的脊柱 流进了我的裤子 你他妈 小白扔下筷子就要去追 算了 我拉住了他 这时 手机又响了 我接起来就是一顿骂 你给你爹拜年了 一天到晚 打打打 那头愣了一下 我打 你想造反 是我亲爹 我说 爸 你怎么给我打电话 我爹很快忘了刚才那茶 你是不是在外面得罪什么人了 我心脏顿时漏了一拍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们了 你们没事吧 我妈呢 我和你妈倒是没事 就是老有人往我家门口丢垃圾 你妈去屋檐那里调了监控 但是他们都戴了口罩 看不清样子 我要被气疯了 手控制不住的发抖 这是说起来有点复杂 要不你们先去救救家躲几天吧 不去 去什么去 我爸说 我这一生行的正坐的端 就没当过缩头乌龟 你要是在外面受了委屈 就和爸说 爸给你讨公道 我鼻头一酸 将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了 世界上怎么还有这种人了 我爸声音立刻拔告了八度 报警 我就不信这天底下没有往返了 警察不管吗 警察管 几乎在我挂掉电话的同一时间 警方发布了一条通告 我方经过调查取证 认为继某某并不存在偷拍行为 且当事人已于昨天下午14时28分达成和解 附带一条长视频 从我扫二维码开始 到小土豆朝我道歉为止 完完整整 一秒钟都没有删除 通告马上冲上了热搜第一 评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暴涨 反转了 家人们 有心瓜吃了 卧槽 这女的贼喊捉贼 难道我的权益没有受到侵害就不能维权了吗 狠点 建议全文朗读并背诵 狗头 我微信好友的申请速度立马放缓 骚扰电话在短短几秒钟内消失不见 土豆母女的直播间 涌入了大批喊打喊杀的观众 他们掐断直播 匆匆下播 此时 我走在回宿舍的路上 一个男生兴冲冲的朝我跑来 说 兄弟 你一定不要心软 他热情的拍了拍我的肩膀 大喊 加油 有点中二 又有些莫名的感动 手机又响了 是辅导员的电话 我打 学校给你找了媒体 你回去准备一下 把这件事捋清楚 反击开始了 事情本来就不复杂 警方的视频已经将来有解释的够清楚 舆论反转 数不清的网友冲到小土豆的微博下面留言讥讽 我又出名了 人称江伯达哥 在学校的贴吧和表白墙上出现的频率极高 于是 除了干饭用盆之外 我又多了很多新的传说 说我力能跋山 曾在火场救人 像超人扛着火箭一样 一个人驮着八个人箭步如飞 所以在地铁反拧小土豆那下 实在是手下留情又留情 否则只要我稍稍用上千分之一的力道 小土豆就当场魂飞魄散 看热闹不咸是大的小白留言 我能证明楼主所言非虚 我是地铁扶手 当时就在现场 还有人说我作风正派 半夜三更带着红领巾 在学校门口扶老奶奶过马路 有几个老奶奶家不在对面 我依旧给人家扛了过去 小白留言 是的 人在现场 我是博达胸前的红领巾 还有江大美术系的同学要我联系方式 说我标柄校时 要给我力雕塑纪念 保证形象和我胸大鸡一样饱满 小白留言 是他室友 五块钱 我发你两个T的裸照 各种场景都有 我翻身下床 给了小白一拳 你小子 出大名了 这下 我更不敢出门 蹲坑的时候 小白自告奋勇守在门外 对每一个进来的同学说 江伯达哥在里面拉屎 五毛钱文一下 一块钱租你伯达旁边的VIP坑位 我听着菊花请了右紧 我这边最多是交友不慎 但小土豆那里就是水深火热了 同校学生开了视频直播 正对着小土豆的宿舍大门 很多人在门外畅聊他的经典语录 没有被侵权就不能围权了吗 他一个大男人欺负我一个弱不惊风的女骗子 呜呜呜 人群时不时爆发阵阵哄笑 然后 门猛地打开 劈头散发的小土豆插着腰 大喊 看看他有什么好看的 群众不乏勇士 用毫不逊色的大嗓门吼了回去 来看看你这个现眼包的脸皮有多厚 众人哄堂大笑 小土豆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立刻有人拍门 别当缩头乌龟啊 出来教教我们怎么表演啊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当演员 门里传来气壮山河的大吼 滚 然后任凭大家怎么拍门 都在没有回应 嘖嘖嘖 小白摇摇头 关了直播 风水轮流转 苍天饶过谁 我爸发了一个视频 家里的沙发上坐满了人 还有的人坐不下 就站在阳台上 我以为又是那些网报的人 刚准备退出报警 看到我妈端来一盘一次性水杯 挨个给他们送茶 他们接过 一个劲的弯腰感谢 我妈说 客气什么 把这里当自己家 他们反而更客气 好累好累 谢谢阿姨 阿姨您辛苦了 我爸出现在镜头里 他指着家里的大门说 刚才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和你妈刚从菜市场买菜回家 忽然冲出了一大帮人 又帮我们搬东西 又给我们问好 差点把我和你妈抬回家 然后你猜怎么着 他们把门刷的那叫一个干净 二话不说 光光一顿干活 好家伙 我和你妈都傻了 还以为你叫的保洁 问多少钱 一分钱不要 干完活就要跑 你看着门 我爸给了门一个特写 赠光瓦亮的 比我脸都干净 还有这个小伙子 我爸拉过来一个戴眼镜的男生 让我把监控给他 然后没几个小时 就把那帮丢垃圾的小兔崽子们找到了 戴眼镜的男生比较腼腆 一直躲着镜头 嘴里念叨着 举手之劳 举手之劳 视频结束 我爸又打来电话 声音压得很低 伯达你老是告诉我 你是不是 在外面当老大了 哪认识这么多小弟 我汗如雨下 爸 我也不认识他们啊 别装 不认识他们 他们这么尽心尽力的帮咱们家 我也不知道做何解释 听到一个话外音 叔叔 跟伯达打电话呢 我能和伯达说两句吗 可以可以 你说 一个浓眉大眼的男生 出现在屏幕里 伯达你好啊 我说 兄弟 你好 你哪位啊 他说 我是谁不重要 我为了谁才重要 我们的宗旨是 众人异口同声 波操波子 我 伯达 给你看看我们的战果 他切换镜头 几个鼻精脸肿的男女 坐在地上 被一群人围在中间 就是这几个家伙 往你家丢垃圾 被我们逮到了 镜头推进 那些人纷纷躲开 我说 兄弟 谢谢好意 但你打人 我怕牵扯到你身上啊 他笑笑 没打他 谁说我们打人了 他们这是摔的 对不对 他蹲下去拍拍 那几个人的脑袋 告诉伯达 你是不是摔的 人渣点头 是的 是的 我们都是摔的 伯达 我 那哥们笑 伯达 你家里的事情 已经搞定了 你放心 只要这件事情 没有结束 你家里就出不了问题 有我们盯着呢 我们都是附近的大学生 没钱没课 但有的是时间 我眼窝子一热 差点猛男落泪 世上果然还是好人多 那哥们招呼 时候不早了 别打扰叔叔阿姨休息 兄弟们 我们撤 于是 大家谢绝了我爸妈的 一再挽留 分了两批撤退 甚至临走时 还把我家垃圾带走了 地上连个瓜子壳都没留下 晚上 小土豆终于发了一条声明 我再跟所有人重申一次 我没有错 你们再网报 我就报警了 如果他没有偷拍 为什么不会自己发声 这点简单的逻辑都没有吗 就算我夸大其词了 他又损舍什么呢 让我去跟一个底层人道歉 做梦去吧 一时激起千层浪 我和小白面面相去 好伴上 不约而同地吐出一个字 六 副导员直接跑来我请示 伯达 不是给你找了记者吗 你快说话呀 这傻狗还在这里蹦的 我说 我该说的都说了呀 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没发 辅导员皱了皱眉 一个电话打过去 他着急 那边更着急 别催了 别催了 我从中午捡到现在 一口水都没喝上 领导催你也催 给条活路 大哥 辅导员嘿嘿一笑 哥 慢慢来 这周末请你吃早茶哈 去青河路那家月市茶楼 你这就有点宰人了吧 一个半小时后 辅导员把剪好的视频发我了 让我注册一个账号 发自己抖音上 三分钟不到 疯狂涨粉十万架 每一秒都有无数的私信涌进来 大家纷纷给我留言鼓励 还有的人在和我分享他被污蔑的经历 一个up主给我发了私信 让我去看他整个活 我点开是让子弹飞的片段改编 六子和胡万的头像分别换成我和小土豆的照片 小土豆 你偷拍了 我 我没有偷拍 小土豆 你怎么证明没有偷拍 我 没有发生的事情我怎么证明 小土豆 那你还说你没有偷拍 你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我剖开肚子 取出一碗照片 看清楚了 我有没有偷拍 小土豆用丝巾捂住嘴巴 笑 我知道你没有偷拍 但这不重要 我举着一碗照片 悲壮大喊 你们看 我有没有偷拍 别走啊 围观群众纷纷离场 但不同好活该赏的欢声笑语 渐渐变得沉重 其实大家根本不在乎真相 只想看的乐子 视频在战内冲上第一 讨论度居高不下 up主留言说 兄弟 谣言就是比真相更方便传播 而这个时候 我们除了剖腹正粉 确实找不到第二个办法 不过现在理性的人越来越多了 你不会变成第二个六子 我们在你身后 加油 我说 谢谢 胜利的天平开始朝我这边倾斜 就在我以为优势在我的时候 小土豆那边也发动了反击 网上渐渐出现了另一种声音 抛开事实不谈 一个大男人难道就不应该让让女孩子吗 而小土豆评论区的第一名 自称是他密友 说他因为网报已经得了抑郁症 呼吁大家停止网报 小土豆另一个朋友 发布了一系列获奖证书 荣誉奖杯成绩单 他就要去美国游学了 难道你们要眼睁睁地看着 这样一个优秀的人被网络暴力毁掉吗 嘲讽的人居多 但费洋洋群体也不在少数 得饶人处且饶人 误会解释清楚就行了 纪伯达差不多该道歉了 把人家一个女孩子逼到这个地步 我 他以为我偷拍 抓着我对着满车乡人大喊的时候 没有想过饶我 他把视频发到网上 引导大家网报我的时候 没有想过饶我 他用这件事的流量开直播赚钱的时候 更没有想过饶我 如今真相大白 舆论反噬 他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却想让我以得抱怨 那何以报得 随着水军的下场 一些三观尚未成熟的观众 也开始左右摇摆 很快 这件事情的重心就从偷拍 升级到男女队立的口水站 小土豆更新了一条动态 向男性凝视说不 响应者慎重 自己不干净的时候 最好的做法就是把一锅水搅混 好手段 楼越盖越歪 众多打拳博主纷纷下场 争论渐渐脱离正轨 我又被戴上了网爆抑郁症少女的帽子 骚扰电话和辱骂声再次卷土重来 学校光威引用了乌合之众的名剧为我战场 群体盲从一时会淹没个人的理性 个体一旦将自己归入该群体 原本独立的理性就会群背体的无知疯狂所淹没 可是没用 我还是被推上了舆论的高地 小土豆又开始了直播带火 主题是为女性发声 这时 一个博主找到了我 自称是小土豆的高中同学 被小土豆霸凌多次 她仗着家里有钱 在学校横行霸道 我因为没给她让路 被她霸凌了三年 他们把我堵在厕所 撕我的衣服 抽我耳光 抓着我的头发往便吃里塞 还把我的照片发给男生 我去找老师 可是老师根本不管 我后来因为抑郁症退学了 接受了两年的心理治疗 才终于走出来了 而她什么惩罚都没有 保送 保颜 当网红 做演讲 处处顺风顺水 长文后面附带的是 是她各种伤痕的照片 以及病例和数不清的药品 我愿意为我的言行负责 如果半句假话 你把我送进去坐牢 我希望可以通过你的账号 发布这段经历 我想看看 正义到底还会不会降临到我头上 我看得触目惊心 这丝怪不得能气焰嚣张 原来从小不是好东西 帖子发出 迅速引发轰动 与孩的遭遇 引起了众人的同情 这一次 受害者也是女孩 这一次 成为杨善的呼声 盖过了性别之争 所有人联合起来讨伐她 在霸凌者该死的声讨中 还有一些博主发现了 其中存在的更严重的问题 他们扒了小土豆的保研项目 发现了里面的猫腻 纷纷发帖质问 顺着这条线索 众人接力 小土豆资历造假的料越挖越多 然后 他们又找到了我 办公室内 小土豆母女和一个 一官楚楚的男人 坐在沙发上等我 我一进来 三个人就齐刷刷站了起来 快 去给博达同学道歉 别土豆推了小土豆一把 小土豆马上一个 标准的九十度鞠躬 博达哥对不起 我已经深刻地反省了我的错误 真的很对不起 请你原谅我 眼泪和鼻涕一起下来 我猜他在家没少排练 他的手悬停在我面前 颤抖着 等着我去握 我并没有搭理 小土豆便收了回去 他刚要站起来 别土豆一把按住了他 维持着鞠躬的姿势 博达同学 这件事情是我们做的不对 你大人有大量 就别和他一个小女孩计较啊 别土豆挂着讨好的笑 我已经狠狠地批评过他了 你看看这次能不能原谅他一次 我保证没有下次了 时隔一周 态度翻天覆地 可是我这个人 就是记仇 别呀 我说 我这种底层人哪敢谈原谅 您才是大人物 我是小人物 别土豆抽了自己一耳光 是阿姨乱说话 都是阿姨的不是 他看了看四周 辅导员不知道去哪 办公室里只有我们四个 他压低了声音 往我口袋里塞了一张卡 这里面有五十万 只要你出个谅解书 就都是你的 我保证不要回来 而且 你们专业不考研很难有出路 以你的成绩考上也有点困难吧 这是交给阿姨来办 阿姨 有路子 他眨了眨眼睛 对我笑了笑 五十万 五十万 我爸妈每月工资加起来才八千多 一年能攒个两万下来就算不错了 五十万 够他们干二十多年了 我现在一个点头 就能让我爸妈少忙活二十年 我忽然觉得口袋里沉甸甸的 银行卡的边角搁得我手疼 那个男人也开口了 季同学你好 我是他的大学校长 其实同学之间有点摩擦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我们学校的要学专业 在江城还是能排得上名号的 只要你 忽然不说话了 我抬头顺着他的目光 看到辅导员带着一个人进来 西装革履 剑步如飞 看着眼熟 王校长 那人热情地握住了西装男的手 好久不见了 怎么来我学校不跟我打声招呼 拿我不当朋友呀 王校长笑了两声 表情有点不自然 本来打算过会就找陈校长叙叙旧的 没想到刚好在这碰到了 巧了不是 辅导员对我说 这是校长 听说了你的事 昨晚特意从外地赶回来 我受宠若惊 校长笑呵呵地看着我 季同学 听说你最近有很大的压力 我也算是你的老师 遇到什么困难 跟我开口说就是 王校长说 就是孩子们之间的一些误会 也不是什么大事 既然是孩子们之间的事情 就让他们自己解决 校长打断了他的话 你说对不对 王校长 是 是 王校长善笑着 说嘛 说嘛 别土豆偷偷给我比了个五的手势 五十万 五十万 校长好像看出了我的为难 拍了拍我的肩膀 想来你心里已经有决定了 回去好好考虑考虑 想清楚了 愿不愿意和我说都可以 这是我的名片 校长递来一张黑色名片 我赶紧双手接过 大家都知道谈话无法进行下去了 别土豆和王校长别过 校长把我留在办公室里 有一件事情要和你说一下 免得你被蒙在鼓里 他说 我猜那家人应该许诺了你不少的好处 但他们低头并不是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而是形势所迫 他们涉嫌保研作弊的事情已经快包不住火了 但是上面因为缺少证据 还没能启动调查 只要你咬着他们不放 上面就从污蔑案入手 顺便查一下保研的事情 但一旦你决定谅解 这个头就开不了 所以这件事的后续发展 完全取决你个人的态度 说完 他不再看我 悠悠喝了一口茶 我盯着灰黑色的大理石地砖 心中天人交战 校长 我颤抖着开口 他们给了我五十万 我爸妈一年财 你做出任何决定我都支持 校长打断了我 我这次过来不是给你压力的 只是多给你一个选择 我认识不少律师朋友 只要你想起诉 我随时可以请他们帮忙 当然 如果你不起诉 我也能充分理解 你不要担心会让我生气之类的 维护学生的权益是我的义务 起诉与否是你的权利 我只是尽我应尽的义务 你可以自由选择你的权利 眼前忽然一下子就模糊了 我鼻子酸酸的 这一周过得比我一生都要漫长 我遭遇了许多无望之灾 还累积父母遭殃 在这个时代 让一个人射死 就像碾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 我说 我被陌生人伤害着 也被陌生人拯救着 所谓谋面的网友给我留言鼓励 为我讨回公道 保护我爸妈的安全 因为这次事件 我认识到了舆论的可怕 也结识了很多 和我有过相似经历的人 我现在不仅仅只是我 更代表着他们期盼已久 从未降临的正义 所以 我要放弃这五十万 为大家要一个公道 决定好了 校长笑了笑 这可是五十万 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行 今晚跟我一起去吃个饭 我帮你找律师 校长的脸忽然冷了下来 刚开始闹得废反迎天的时候不来 自己学校被查出问题了 才来求和 堂堂一届校长 来给孩子压力 要脸吗 真当我不存在吗 你的学生是学生 我的学生就不是了 结局 两个月后 这桩万众瞩目的案子终于开庭 我坐在原告席上 看着面如白纸的小土豆母女 耳畔回荡着 她在地铁上对我的叫嚣 信不信我把你送去吃牢饭 则则 人生若只如初见 这件事本来就简单 校长的律师朋友又是业界大拿 几乎视如破竹 那天 律师大佬在饭局上略有些无奈的叹气 这么简单的案子 你让我出马 这不是杀鸡用牛刀吗 校长说 但是这只鸡必须杀 大佬笑 一定要杀 杀给那些跳梁猴子看看 真以为造谣没有成本了 原告 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大佬的话将我拉进了现实 有的 我从怀里掏出了一只录音笔 点开 别土豆的话清晰地传了出来 你们专业不考研很难有出路 因你的成绩考上也有点困难吧 这是交给阿姨来办 阿姨 有鹿子 之前 他们找我的时候 我就存了一个心眼 没想到现在派上用场了 语经四座 你敢因我 别土豆跳了起来 记得直拍桌子 卑鄙小人 卑鄙小人 这下 调查宝爷内幕的事情 也能拉开帷幕了吧 我做完这一切 忽然觉得浑身轻松 舒舒服服地靠在椅子上 身后传来抽气的声音 在我的侧后房 坐着那个被霸凌的女孩 她此刻捂着脸 乌液痛哭 身边的人递来指惊 她道谢结果 雪白纤细的手腕上 好几道尚未完全愈合的隔腕伤疤 怒气重新填满我的胸膛 我瞪着小土豆 她傻傻地垂头发呆 目光呆入目击 最终 她因为诽谤 侮辱被判刑三年 她的父母行贿罪名作识 相关人员彻职的彻职 坐牢的坐牢 我应广大网友邀请 开了一场直播 一个叫纪云州的网友代表 问我 对于这次的boss 还有不过的现象 你有什么感受 我说 其实我一直压抑这件小事 会升级成性别战争 在当今的互联网上 总挂着这样一股歪风邪气 一件事 大家不去关注事情本身 不去就是论事 总是跳过本质看现象 忽略事实论性别 像厕所管理员一样 粗暴地将阵营按性别划分 非我同性 其心必异 很多人都说我是男性意识觉醒的里程碑 其实不是 我是在保护那些 想通过公共渠道寻求帮助的所有人 不论男女 我咬着他不放 不仅仅是因为他伤害了我和我的家人 更是因为他滥用大家的信任 打着女性崛起的旗号 为自己绝取利益 信任是一号品 狼来了的故事 观众听一次会信 两次会疑 三次会发 趁着这件事还盛点余温 我想请大家以后在论断是非的时候 好好想一想 这件事值不值得上升到男女队里 是不是把注意点从性别 回归事情本身 更容易做出清晰准确的判断 那么 这就是我站出来的意义 全文完 锁上 公园 全文完 公园